各位朋友大家好 甜意食品今天為你們介紹 一般在賣乾梅地瓜 還有黃金屬的部分 它會有用到乾梅炸粉 乾梅粉或者乾梅胡椒鹽 應用在炸好的黃金地瓜 不管是紫色的或者黃色的地瓜 一般只要是台灣人或者是亞洲人 希望灑上乾梅的味道 去增加它整個地瓜的香甜頓 一般連鎖系統或者是一些單點 只要賣到炸地瓜 它一定像西式的麥當勞或者肯德基 只是灑一些鹽在上面 但是因為馬鈴薯跟地瓜 實際上是兩種比較不同的植物 那以地瓜來講的話 地瓜它本身的甜度會比較高 所以說再帶有一點點的乾梅 還有一點鹹度在裡面的時候 更能夠把整個地瓜的乾甜的風味 往上拉出來 那之前呢我們所碰到的問題點就是說 這些乾梅粉的一個來源 它是從新鮮的一個梅子採收完之後呢 它必須經過一個脫水醃漬的一個製成 那它整個一個製成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基本上你要把梅子的整個一個水分去把它脫掉的話 那一般就是它們在醃漬這些梅子或者這些醬菜一樣 都先加入大量的鹽去做一空混合 經過一段時間的一個壓住或者是靜置呢 讓它們把梅子裡面的一個水分把它再開換出來 那這個梅子呢經過醃漬乾燥完之後呢 那一般它們有去除齒的一個過程 應用在這個乾梅粉的一個製成當中呢 它是帶齒一起開始做一個煙火 所以說我們這邊來看看 在我最右手邊正面的這個呢 就是我們跟我們南投的供應商所採買的到的梅子的一個原粉 那這個梅子的原粉呢 我們在我們的官網上面也有商家去做一個販售 那只是提供給各位呢 有興趣的一個客戶去做一個嘗試 那這個梅子的一個原粉呢 各位都仔細看一下 它還有一點點不同於的一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稍微有一點點顆粒或者微黃 有一點微深的一個顏色呢 這個就是梅子的紙 那因為它是整個一個帶子下去做一個研磨的動作 所以說那整顆梅子呢 那就不會浪費掉了 而且你這樣吃起來呢 更有那種梅肉或者是說 整個一個梅乾的一個風味 還蠻膚顯的 那這個是他們整個 在製作乾梅粉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它一定會帶子下去做一個淹沒 那畢竟呢 經過一個 醃製脫水的一個過程呢 一公斤梅子能夠做成乾梅粉 它的產率其實不高 所以說原本來講的話呢 基本上它是售價是比較貴 那醃製類的食品呢 它調什麼乾梅粉呢 如果是說它不去調乾梅粉 它會用到所謂的調味料 那調味料的話 一般你要乾又要甜 或只有加味素味精 或是加一些鮮味劑 就可以達到這一個結果 那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的法規規定呢 它從中華民國102年7月開始 它醃製類的一個產品呢 它還是可以加所謂的糖精 就是所謂的人工鈣糖的成分在裡面 可是你對於就是說 把它做成粉體來講的話呢 7月1號之後 這個糖精這個產品呢 可能是禁用的 當它禁用完之後 大家已經習慣那種糖精 它的不是說很天然的 那種乾還有甜的一個風味 所以說 現在改成就是說 你現在糖精不能夠用的 那一般的供應商呢 他們會建議就是說 你為了拉升它的甜度 那可能它還是得需要用到代糖 那一般用到的代糖 最普遍的可能就是所謂的R18甜 另外一個 R18年如果不用的話 因為它對到乾麵粉的風味不是說很好 所以說現在用到的一個人工乾味劑呢 它是會用到所謂的遮糖素 那我在這邊再強調一下 遮糖素也是人工代糖的一種 只是說現在研究它是合法可以使用 對人體目前的頻率來講的話是無害的 可是它是新的一個產品 應用在這個產品上面來講的話 你很難保證就是說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之後 當這個研究的數據越多的時候 如果連遮糖素 它也會有自然的情形產生的時候 那該怎麼辦 所以說甜意在這邊呢 我們對於這支產品 我覺得很謹慎 我們產品就是強調不要去添加 所謂的這些人工代糖 那你不添加人工的代糖 你應該怎麼調 其實它剛開始很難去做一個調整 為什麼 就是說這個乾梅的原粉 基本上它的鹹度太高了 我們一定要加自然的糖度甜 去跟它做一個調和 可是一般你如果吃以前只有加糖 一般覺得不好操作 顏色賣相也不是很好 所以說它們為了節省這些工時跟成分 那才加了少量的代糖 在我的左手邊這一個呢 就是市售的乾梅粉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它的顏色 市售的乾梅粉呢 有在營業用的話呢 你應該會碰到兩個狀況 一個就是說屬於這個原色的部分 這個呢 它因為有時候加了人工代糖的成分在裡面 它的原色沒有再去做另外一個改變 如果就是說你的乾梅粉 撒在你的地瓜上面來講的話呢 噴到地瓜的一個表皮的一個油分 或者地瓜的水分的時候 它會散出所謂微黃 或者是微紅的顏色 那代表它的這一支乾梅粉 它還有加額外的色素在裡面 去調它的顏色 所以說是相當的不健康的 因為你要加了色素 要加了那個人工甘味劑 屬於代糖的成分在裡面的話 那我們就不是很推薦 那中間的這一支呢 就是我們甜蜜蜜蜜所線調的 它雖然稍微白一點點 可是我們是利用梅肉的原本 我們只加了三種東西在裡面 第一個 它因為太鹹了 所以說我們希望用天然蔗糖去平衡它的一個甜度 我們沒有用到代糖 第二個來講的話呢 那它梅子的風味呢還是存在 但是說呢它的酸度呢稍微降低了 所以說我們再補一些酸回來 讓它形成能夠一個平衡 那基本上呢 這一支目前呢 就是我們甜蜜呢 所特調出來的一個甘梅粉 已經是特別強調是沒有人工的甘味劑 而且也沒有色素的成分在裡面 完全是很天然 只是利用梅肉原粉呢 加糖加一點酸呢 去做一點調子 去調出來它一個最佳的 現在大家很喜歡講的黃金比例 所以這個呢 風味呢 已經是夠了 但是對於以往的一個業者來講的話 不曉得 他們如果吃習慣的 這種 人工甘味的這種甘甜的話 天然的這種 和這種的甜 還有梅子的酸呢 它能不能接受 這個可能還要在這裡去做一點測試 然後我們有經過測試就是說 它整個一個梅子的風味 它都還在 那蠻適合你用在 你原本的一個甘美地瓜 炸地瓜的上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呢 所為我們特別介紹的 公司所特別調整的一個甘美粉 在這邊呢 還是跟各位再強調一下 健康的東西呢 它原本就不是很容易去取得啦 尤其是現在的一個飾品 建加物它用的量非常的多 那我們只是很忠心很成本的希望呢 我們去推薦一個好的商品 去給我們各個不同的客戶 那如果是說 你嫌它的顏色稍微白了一點點 那 我們當然還是可以把梅子 梅肉原本的比例再稍微往上拉 但是說呢 我們還是強調我們不去做 任何天然色素 或者代行的一個工作在裡面 所以說 你如果再把梅子的 梅子原本的比例往上拉 可能你的甘美粉呢 它的 酸度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它的鹹度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目前我們先調的第一個版本呢 它的胃型呢 是比較屬於中性的 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你掃在上面呢 既有梅子的一個香氣 還有它的一個甜度 這樣嚐起來呢 味道都相當很棒 這是滿天然的一個產品 那在今天推薦給各位一起做一個嘗試 謝謝